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倒在桌上了 桌上一个现况进水了 我就想 怎么能把这一个照片真正的坐在玻璃上 不怕水洗 不怕浸泡 永久保鲜 一束玻璃单位都是用手工做 特别麻烦 我就想 能不能做一款机器代替手工啊 当时演绎这个机器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劲 我演绎这个机器当时事面上从未有过 完全靠我自己想象发挥 总之是反反复复复的事业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的地方 这呢 我们的这个减压轨竹是减压增压的 这个呢 是咱们的一个调节器 进行调节的 可以咱们固化了一种固化器 这里面呢 就是一种光照的一种功能 我拿到这个 这里有气泡 没压好 刷胶的时候没刷均匀 那边还得用手按着 这边还得用手摇着 我感觉它这个机器应该好 家的家也不管了 孩子也不管了 你咋怎么着 泡天 泡玩意儿 泡玩意儿 我就走了 不管你再泡玩意儿 泡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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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觉得也不太清楚 没有什么3D的效果呢 泥地感不强 是气泡 可能没压紧 我感觉这个触摸显示功能 点击就可以 原来是一个工作区 现成分为四个工作区 做小画可以用一个 做大画可以用四个工作区 你做的真好 我觉得这幅画确实是做得不错 这幅画的色彩比较鲜亮 这幅画还是挺快 我觉得这幅画确实是做得不错 这幅画的色彩比较鲜亮 我觉得这幅画确实做得不错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发明人 比较特殊 是一个女发明人 她也是个大才女 叫做陶美华 她是中科院的一个博士 专门研究植物学和生态学的 她是看到她妈妈经常眼头发 然后染出来头发有一种刺鼻的味道 她觉得可能是化学染发剂 所以她就想着是不是能造一款植物染发剂 所以她用了十年的时间做出了一种 国内真正的第一款真正的植物染发剂 这种植物染发剂是 纯的这种种草药提出来的 所以没什么刺激 男女老少小孩子也都可以用 比较安全 也取得了国家的好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所以圆胖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 至少可以试一试 圆胖当然头发还算比较好 如果是有白头发的朋友 把她这个东西送给她 应该还算是不错的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 你可以进去发明米网站 去看一下今日头条的呢 你直接点击链接了解更多 就可以进行购买 这东西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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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